你有什麼東西這麼聰明 我覺得香港人不是很聰明 超級富二代龐輝 是以故鋼鐵大王龐鼎元的耳朵 十多年前放下家族生意 專心投入飯船興趣 同時傳授航海武功給內地同胞 成就中國好多過第一次 第一批專業水手 他訓練的 第一手帶飯船他捐的 他搭遍天籟 中華兩地 龐輝對香港有這樣的觀察 我們現在是這個階段 中國就是這個階段 他認為中國發展已經一早超前香港 提醒港人不要再自命不犯 高內地人一等 上海那裡憶憶聲 怎麼都會有人拿過來 你這麼牙策 我們香港的食水 又是一個合約 食水到期 我可以不遵守 我可以不續期都可以 或者你會覺得龐輝獎他人 志氣滅自己威風 但他深信之意不足才會成功 特別是本土派的年輕人 可以叫做富裕社會 下一代就開始覺得很超然 很聰明 脫絕了現實 你不喜歡大陸 你看不起他 你就可以了 為何要趕他 為何要去到那個心理 要趕他 要踢他 你們十九二十二歲 你是不是覺得自己聰明 見到他們超然的態度 七十二歲 龐輝有一番老人見 年輕人要去碰 不怕失敗 掛飯船仔 出海 鍛鍊一下自己的自虐 自信 經歷 但一般人認為 遊船是有錢人的玩意 如果是有錢人的玩意 你是不是一定要去阿仙奴 球隊你才去踢球 那你就左邊踢球 你是不是跟別人去出海 一樣 不用你出錢 他還請你去酒店 請你吃飯 年輕人不要吃虧在眼前 是時候拜師學藝 明天就對了 下次見 請你聽警